救人來 救人來 你等一下 我現在不能隨便亂動你 對 我發現你不知道哪裡 手可能有受傷 機關貨報到場 發現一名男子坐在花圃裡 不斷哀嚎 願景不敢大意 因為他剛才從四樓墜落 你剛剛是 發生什麼事啊 我從上面掉下 那我掉下 有掉下 救護人員將他固定長背板後 抬出花圃松衣救治 但大清早 男子怎麼會突然墜樓 一早最想嚇醒民眾 原來在6號清晨5點多 台北新一區一名女子 在睡夢中聽到聲響 發現窗外有一名男子嚇得驚醒 因為住在四樓 窗外根本不可能有人 黃心男子被發現後 用力爬回屋頂 但過沒多久 竟又從頂樓翻下 準備爬進女房客客廳 女子嚇得立刻質問對方 男子便稱住在隔壁 忘記帶鑰匙 女房客氣得大罵 忘記帶鑰匙就可以闖入我家嗎 男子卻伸手 試圖扯開紗窗闖入屋內 但沒想到 瞎秒就連人戴紗窗 墜落一樓 他最久了 他都跑去我房間 這名男子之前就曾透過社群 百般騷擾他 如今又爬窗企圖闖入 讓女子直呼 向電影殺人情節 嚇得驚魂未定 至今人不能安睡 趁嫌犯出院前 趕快搬家 也PO文提醒單身女性 租房注意 門戶安全 記者謝宏如 彭新美 台北報導 記者謝宏如 彭新英文 記者謝宏如 彭新英文 感谢观看